中国竟然家暴我们的远东集团 而整起事件又有了最新的发展 远东集团的徐旭东出面就是写了悔过书 开始跟中共表态说 我始终都是支持一个中国 始终支持九二共识 企图借邮政的手法 希望来让自己的中国事业可以存活下去 但没想到中共原本是希望杀鸡儆猴 反而让猴子跑得更快 怎么说呢 原来我们的日月光集团 本周宣布就是他们要出售 整个中国四家公司 然后以四百零八亿元出售 那把这相关的资金 可能未来会挪到回到台湾这边 然后高雄厂这边持续发展当中 而这整起事件让人家看到说 本来中共希望杀鸡儆猴 怎么搞得好像台商反而败油酸呢 朱老师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确实这件事情在这几年来 越来越多 我们就先不讲这例子 讲我个人的例子就好 我以前其实也蛮常到中国大陆去 跟他们金融业很大交流 可是18年之后 他们就直接了当就跟我讲说 因为政治关系以后 我们不会再找你了 非常白 就是这样子直接了当 所以18年之后 我再也没有去中国过 可是我都觉得 你也没说啥 我就是很单纯去金融业帮他们上课 那我们就是以这种财经专家的分分 我们去再刷 而且我已经持续上了非常多年 就从哪一年去的 我已经忘了大概十年有了 真的就说断就断 而且人家也讲得很白 不跟你啰嗦 就是这样子 还是你也是金族 我也很想 所以回到现在现实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奇怪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最近才发生 他早从年初上半年就已经被罚款了 可是远东集团自己 其实没有在重讯里面发布 因为他们的说法是 因为金融没有到重讯 所以我不需要去发布 可是更奇怪的是 中国官方也一直把这个消息押出来 直到最近才由官方媒体 放出这个消息 那为什么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差 他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我想是不是两方其实在谈某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从这个后来后续的 我们包含刚刚提到了 这个徐旭东的部分 写了悔过书 那中国的方面 看起来也姿态也有比较放乱 因为讲白点各取所需 因为远东在中国 有非常多的这些资产投资 中国当然需要他 远东我们也知道 他在国内是想当当的财团 他有非常多的这些关系企业 而且更重要是制造业 制造业有什么好处 就业嘛 提高我的这个就业率 所以中国当然需要他 那站在远东西的方面 当然也需要中国广大的市场 所以各取所需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看到后来这些情况 可是刚刚慧珍提到了 你像日月光 或是之前很多的科技厂 就完全不一样 确实如慧珍所说的 这几年这个出走潮 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不是只有台契回来 连陆契自己都在跑了 陆契自己都跟着跑了 陆契自己都跟着跑了 陆契在跑到东南亚去 到印度去 到越南去 陆契跟他们是自己人 他跑什么 那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大环境相败 我就堕不下去 想说柯林北共同富裕 你没准备就有共同富裕 对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有人追究大概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政治的氛围不对了 以前中国基本上再怎么样 大概跟全世界 也至少不会说敌对 顾且这么讲 可是你看到从川普当总统之后 美洲贸易战等等 尤其美国对中国开始施加压力 大瞌睡之后 中国经商大环境 你就不要讲政治的问题 经商大环境就不如从前了嘛 那我其他企业待不下去 中国企业当然自己也待不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再来还有什么问题呢 中国这几年呢 其实他在很多的企业的竞争上面 其实是对自己人比较好 对外人比较不好 也就是说 我们最明显的例子 很多企业到了中国去 我如果正常的 比如说我开一个国际标 标到最后都他们自己人 我有听过台所讲过这些事情 他就说有时候 你在参加一些 那个案子或什么的 他们就会说 这个时间点你又变台资 这个时间点你又变外资 对嘛 这就是个问题嘛 那你既然不想真的 开一个真正的国际标 那你就说我就关起门 就只有我自己 自己的我路上我可以自己玩就好 那结果你表面上开一个国际标 结果到最后都是你自己人 那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之下 大家当然我想那不如归去嘛 那第三个呢 你就台商的问题来说 你看到这一波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从92年 不振小平的这个南下 开始到现在30年了 所以老一辈的去中国 开疆辟土的这些人 其实都老了 30年过来嘛 我老口我要休息了 可是重点是年轻人不愿意过去 好像我们在大学教授 我们最明显的 以前我们很多学生 都很喜欢到外国去工作 不管是哪里 先进国家就不用说了 就算落后国家 他觉得有机会 我就愿意去 趁年轻拼一下 可是这几年真的非常明显 你几乎听不到 非常不能说完全没有 非常少的学生 还愿意到被外派 是 这大环境就差很多 所以就变成是政治上的一个氛围 以及他们自己挺自己人 再加上一个世代的潮流不一样 年轻人不愿意去中国发展 所以导致是这样 没错 所以你看这么多问题的加出来 加招减减之后 你看到台商当然不如归去 尤其这两年 哇 台湾的经济状况 全世界数一数二好 那这样政府有很多的奖励措施 再加上我们跟国际的几个大国 关系越来越好 那当然觉得 我可能到东南亚去 可能成本是低一点 可是如果换到其他的大环境之下 我可能回台湾更好 所以刚慧珍讲到很重要 日月光他难道不会想说 我要不要改造去东南亚去 可是他为什么还选择台湾 台湾明明我的成本比较高 可是当然有我们的利基点 所以你看到台积电人家 也会到现金国家去 我也不往东南亚跑 那重点就告诉你 台湾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才是我真正能够让我 生根立业的好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